好,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会进入 Geography最后一课 POP13 Sisa Domestic OK,好 13.1,今天只进入13.1 然后接下去会有两面的功课 因为13.1 你初步要知道什么叫做 Sisa Domestic 然后下一堂课呢,我们就会进入 科三跟兰卡 科三兰卡我们会一起进入,因为后面的练习呢 科三跟兰卡是细细相关的 OK,所以今天只是一个很短的part Jeanis,Jeanis Sisa Domestic 首先什么叫domestic啊 domestic呢,就是一些 Kagiatan yang berkaitan dengan rumah tangga atau hardalam negari 就是跟平常发生的东西 跟我们在周内发生的东西 日常生活发生的东西 有关系的啦,我们叫domestic 就好像之前的Somber Ae 你也看过这个字吗,对不对 Kagunaan Domestic 拿来洗衣啊,拿来煮饭啊 拿来种花啊,等等的 那些都是我们平常会用到的 OK 好,Sisa Sisa就是我们讲的厨仪 厨仪呢,就是厨仪 就是你吃完饭啊 你一定剩下骨头的嘛,对不对 那个骨头就属于厨仪的一种 我们洗衣服 对吗 洗衣服一定会有肥皂水 那个肥皂水也是属于其中的一种 OK Sisa domestik terbahagi kepada dua Somber Haiwan 南东波汉 OK 它基本上是可以腐烂的 可以跟泥土埋在一起就对了 你埋了可能一两个星期后 那个东西会不见掉 你放在dupleware里面的那个 Let's say现在你把你的便当 放在dupleware里面 你剩一口饭看一下 那一口饭你两个星期不要动它 它就变成水了 对吗 那个bubbija会不见了 那个叫diurai kan OK 或是di lupus kan 那我们讲 OK 那一个叫做bubhan organic 比如说sisa makanan sisa karpun 还有kartas OK 纸张正在水里面 基本上它也会被溶解掉 OK 变成水罢了 OK bubhan bukan organic bubla suka untuk di urai tan di lupus kan bubhan bukan organic yang dihase dari sumber mineral OK 我们生活中呢 我们生活中有 有供应 OK 或是供陷很多 bubhan bukan organic the sisa domestic 比如说你喝了cocacola的 din 对吗 OK 你没有事做去买 hane的blast喝 啊 那个 那个那个的瓶子 blastic瓶子 OK 还有旧的铁 还有你的那个 家里哦 吃什么炸鸡啊 等等的 要点的辣椒酱啊 那个玻璃瓶 啊 这些都是 不是容易被 被溶解 或是被分解的东西 我们称它为 bubhan bukan organic OK 所以首先第一步 你一定要分清楚 这两个东西 因为这两个东西 是在baha gian b OK geography baha gian b 会问你的 它就会叫你填充啦 OK 赞的分数不多 但是还是分数啦 所以这个baha organic baha bukan organic baha gian cia cia e OK 好 然后来到了 sisa domestic ya la sisa atao saki baki yang dihase dari badan rumak kertiaman 啊 rumak kertiaman 就是你的家啦 你的家里 所所遗留出来 或是所要丢掉 你在垃圾桶里面 可以找到 那堆就是 sisa domestic 在一些家庭呢 它有分类垃圾 你就很好 瓶子是瓶子 罐子是罐子 食物是食物 OK 可以溶解的 不可以溶解的 基本上都会分类好 那你有些地方没有 有些家庭 没有分类垃圾的时候 它就什么东西 都丢在一个子袋里面 基本上那个就 就会造成 环境的一个负担 OK 所以我们每一天 基本上都会 产生 或者是都会生产 这个所谓的 sisa atau sakibaki OK sisa domestic 它会有两种 sisa domestic sisa berberja sisa cercai 刚刚讲了 berberja cercai OK Bahan yang berja seperti sakibaki makanan kertas tissue OK 用tissue也是 要省省用 不要 省省就一张 省省就一张 OK mak一个眼泪 还是mak一个 汗又一张 这样子 OK 那是太浪费了 OK Serta kotak makanan 但minuman merupakan sisa berberja berberja是 固体嘛 凡是你拿在 手上的东西 叫固体 OK Tissue叫固体 Kertas 纸张 所以不要用纸张 我们要节省的用 不要写错两个字 就丢垃圾桶了 写错两个字 又丢垃圾桶了 这样子的情况 OK sisa cichai bula yelabahan yang chai sebrati minyak masak dan ai chuchiyan pakayan karetta motosika OK minyak masak 炸了东西 可以让你倒去哪里 啊 这个可能你不知道 可以问问 mami 倒去哪里 啊 OK 这个 ai chuchiyan makanan 它自动是流咯 流去一些的地方 OK 然后最后基本上 就流去大海咯 OK 很很明显的一个 我们都知道的 就是waterfront咯 waterfront是有个大金工 大金工前面的那片海 都是肥皂泡 那泡哪里来的 大金工洗东西的 就直接排去那个海哦 所以你看靠近的那个海哦 都是肥皂水来的 如果你有注意 如果你从来没有注意过 可以赏试去看一看 OK 以后去waterfront的时候 你买什么东西 喝的时候 你稍微看一看前面那片海 是不是有肥皂水 OK 好 这东西都是我们讲的 sisa cichai咯 OK 好 然后这边呢 janice janice 你看geography 来来继续这样子的 他首先告诉你janice introduction先啦 然后到janice 然后到kasan 然后到lanka OK 我们排放 或是我们产生很多 cisa domestic的时候 下一堂课我们就看到咯 它会带来什么后果 那这些的后果 我们又会采取什么行动 去应对这些后果 OK 所以你看啊 几刻下来 我们的步骤大概是这样 问题目的时候 也是会这样子问 OK 在考试的时候 sisa domestic 一拉 bahan OK bahan sisa bwangan OK 这边你看啊 bwangan barang bwangan bwangan是一个字 我们有些书本会用到的 OK 但是东西是一样的 tempad ktiaman berjabat 跟tempad awam 这边多一个东西了 多两个东西 OK 你想象一下啊 berjabat tempad awam dua janice sa domestic 看啊 berjabat berjabat example 这么多啊 同学们 example哦 你最少要记三个 OK example最少要记三个 这边总共有八个 你最少记三个 如果你可以记四个 那是很好的事情啦 OK 这个部分也会出现在 bahagian b考试的时候 它叫你填哦 填写咯 那bahagian c会不会出现 会出现 然后我们通常bahagian c啊 我们分数要稍微高一点 我们写那个asset的时候 OK 我们就会稍微给一些chonto chonto 有那个chonto 基本上它会增加你的event OK geography不难啊 所以你看这边有 kartas blastik atine aluminium bordokaccia kain buruk OK 图画可能不清楚啊 看字啊 同学们 其様 kannan kayu OK poristrim poristrim就是你打包的 那个 打包饭啊 打包 啊 或者是 啊 打包饭喝的啦 OK 那个饭喝 OK 或者是现在很多 油够的东西 对不对 啊 油够的东西 特别是海鲜啊 爸爸妈妈也没有油够海鲜 啊 那个箱子 现在是大量的在市场上走动了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在油够 OK 好 来到了 sisa chichai sisa chichai 刚刚我们讲了咯 你看 ihe chuchiyan 就这么多东西了啊 pakaian啦 binkan mangkok啦 shambu啦 所以啊 洗头啊 不要弄到多多泡泡啊 这样子才 哇 洗到好像很干净 在那边玩这样 OK 这也会影响 这些也是主于厨余啊 我们讲的 这不要的东西 而且它是伤害大自然的 有minyak masak Rachen serangal ihe sisa kubahan minyak engine OK 跟 sisa minyaman OK 好 这些 是genis 然后下一堂课呢 我们就会进入了 科三跟lanka 科三 lanka 因为它是一起的 所以我们下一堂课会进入 会一起才进入 OK 好 功课很简单 就是 G12 跟G13 OK 都是Bahagian B 会出现的 Battern OK 所以这个要注意啊 通常考试里面会这样子出现 OK 然后叫你填 它是什么来的 OK 老师有给那一个的选择 所以我希望你填妥 OK 上一份功课不错 12课的功课 大部分 我不能说大部分 二分之一的人 稍微叫上来了 那剩下那二分之一的人 同学们你要加油 我要收到你的功课 OK 谢谢大家